愿意 愿意 谈恋爱多久了 两年了 在哪认识的 我看一个陕西一个重庆的 在重庆 她在网吧里面当收音员 去上网然后就认识她了 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她 关系好吗 开始还好吧 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好了 我发现她最近对我的态度 有点冷淡的 她总是背着我藏钱 藏私房钱 就拿上次我来说嘛 我妈妈不是到重庆这边来玩吗 顺便帮我们收拾了一下房间 她一回来就到处问 你收拾的东西到了扔哪去了 我妈告诉她还在阳台没扔 她就跑过去到处找到处翻 从什么鞋盒子啊 我连袜子里面都找出钱来 我就看着很气愤 那我藏钱不是为了一好过更好的日子吗 那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应该付相信啊 现在才一两年你就藏钱 那我不藏钱钱都不为你花光了嘛 因为就从刚开始的时候认识之后 然后她就没什么工作了 然后我就给了她一笔钱 开了一个服装店 刚开始的时候呢 金银还可以 然后后来 不是出了个什么电视剧嘛 然后她就整天待在家里看电视剧 一天也不出门 后来因为金银不散 导致电闭关门了 那我刚开始的时候 不也挺积极的吗 然后店里就我一个人打理 就跌得挺累的 我就稍微在家里休息了一段时间 就这样 那后来不是因为金银不散打字关门的吗 后来都没有生意了 如果我再不把电转出去的话 那是不是全亏了 我最后还不是给你剩了一点吗 他投了多少 你剩了多少 投了大概十多万吧 转出去之后还有三四万块钱左右 还好还好 没有血本无归 后来呢 然后后来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我又给了她一笔钱炒股 刚开始的时候 我给她说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然后买哪一只 卖哪一只 然后刚开始她都听我的 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她就不听话 她就制作组装 我买的时候 不是后来也拿回钱给你了吗 也挣了钱给你的呀 那如果你听我的 你会亏吗 会亏钱吗 那这个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我也不想这样对吧 那如果你听我的 你会亏吗 也许亏的更多 然后后来反正她 我不是没上班吗 然后她后来就 每个月就只给我 一千块钱的零花钱 然后信用卡 这什么都给我停了 也不容用了 这都不讲了 然后有一次 她回来给我讲 她说她看上了一件 那个貂皮大衣 让我给她买 我开始答应给她买 然后后来说三万多块钱 我这么贵 我怎么可能给你买 她瞒着我 抓了我信用卡里面 三万多块钱 那时接到那个短信 我就疯掉了 我马上就跑回家了 但你知道一个女孩子吗 反正谁不想要 一件那样的衣服吗 那有钱的时候 我还是肯定会可以买 但是现在没有钱了 没有钱 你投资我信用卡 三万多块钱 我怎么办 那我这件事情后面 不是给你道过歉了吗 那道歉 有用吗 那钱都没了呀 姑娘你为什么不上班呢 我现在在找工作 上了班了 现在找到一个服装导购马 在上班 自己老板不做 非要给别人打工 也是有幸福 你们接着说 后来呢 其实我最后还是 因为那件事情才伤心的 就是我不是后来 发现自己怀孕了吗 开始的时候 他还陪我去检查呀 什么还关心我 什么的 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就发现他 每天都回来很晚 要么回来就睡觉 也不关心我一下 那你不知道 我作业常常 每天回来是很晚 你也知道 怀着孕 在一个人在家里面 你不知道问候我一下吗 那你一个人在家 做一个人的饭 不可以吗 每天回来 还要我给你做饭 那我前面 是不是出血了吗 检查说 不能做家务 也不能站得太久 这样会 那你不能做家务 一个人做一个人的饭 不可以吗 又没让你给我做饭 对不对 那我也不想着 等着你回来呀 我每天都等着你回来 行行行 我也想你多陪下我呀 这孩子呢 我关注孩子 孩子就最后掉了 做饭做的 不是 然后后来是 是因为他每天回来 就只对着他的手机 然后看什么的乱饭 我就怀疑他嘛 他说是客户啊 什么的 什么 我半夜三更回来了 还聊什么客户呀 那我跟朋友聊客户不可以吗 聊微信不可以吗 反正我心里面 始终就有个怀疑态度 然后后来我就叫我的好朋友嘛 然后夹他嘛 试探一下 后来我女朋友告诉我 他跟我女朋友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说他有 他有需求 那我这个不是没见面吗 我怎么知道你那时候 有没有跟其他的外面的异性呢 怎么怎么 你不只能通过我的好朋友 这样试探了一下才知道的呀 那我什么样子 你不了解吗 对不对 但是那段时间你回来 对我的态度真的让我 那因为那个时间我工作忙啊 是不是 你再忙你回来 我怀着孕啊总应该关心我一下吧 后来呢 后来孩子是因为 就那次他晚上回来 喝多了一点 然后他就强迫我了嘛 然后就那次孩子就没了 哦 对于这个事情 后来我也给他打过签了 我也非常后悔 因为 因为那天晚上 道歉有用吗 道歉有用吗 孩子都没了 因为我那天晚上 确实也喝多了 所以我就觉得 这让我很 对他很失望 所以我就想跟他分手 毕竟在一起两年多了 我还是爱着他的 就是想留下他 你爱他 对 你爱着他 跟他好姐妹 暧昧 没有 约了吗 约了 跟人表达了吗 没有 没有他姐妹 为什么说有啊 人家要破坏你 我不是约他出来吃个饭吗 结果他也没出来啊 哦 没出来 对 为什么约呢 说一个比较奇葩的问题 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 一两个月 你可以吗 我告诉你 你这个问题很荒唐 哪一个做丈夫的 没有经历过自己老婆 谁也怀态 读下你的话 天下大乱 这是你的品质有问题 对 你是舍不得他 是的 还是说你在找不着新女朋友 舍不得 他有哪些好呢 他虽然没有上班 但是 但是家里面的 基本上家里面的内物 基本上都是他在打理 很体贴 他体贴 对 还有别的吗 因为我一直爱着他 你相信他会改变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疑惑 但是有点舍不得 是这意思吧 是吧 那应该怎么办呢 听听老师们是怎么说的 一起进入 修比特问卷 刚才 讲了你那个藏钱 小王这个钱都还真的 藏得很有水平 但他也真的该藏起来 小潮呢 你那个圈套设的也蛮有水平的 最后你还真的上钩了 这个也就说明 你确实 在这个问题上 你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但我想 我在说你的同时 我们应该看到问题的核心所在 现在世界上有一个最愚蠢的问题 就叫做 你为什么不爱我 小潮 你真的不知道答案吗 我不知道 我此刻真的不同情 孩子掉了很可惜 但你们两个人现在这样的状态 不适合要孩子又孩子 否则会害了孩子 因为你这个做妈的 你根本还没有长大 一个女人 为什么要靠一个男人养着 这是你很显然存在的问题 不工作 还不断地乱花钱 这是永远不会有家庭地位 事情一马归一马 在你怀孕期间 她的那个行为 我们要谴责她 真的 作为一个男人 不应该这样 但作为一个女人 你也要反思 她不是你的长期饭票 哪怕她给了你这样的长期饭票 她也是轻视你的 蔑视你的 看不起你的 久而久之 她讨厌你了 当然不爱你了 我希望你真的 自己看到这个问题 其实嘛 我也是一个女人 我也感受到小王的心声 因为要是换的是我 我是个男人的话 我看到自己的女朋友 就是拿了那么多钱 去开店 但是你都把它化掉了 其实心里边怎么说 也有点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 我觉得现在作为一个女人嘛 有自己的事业 才能抬起头做人 我觉得她们之间没有爱情 只不过是一个懒惰的女人 遇到了一个自私的男人 各取所需在一起 如果有爱的话 请问女孩 你会这么坦然的 不为你们的爱付出吗 管她要钱 把她的钱花得如同身外之物 真是身外之物 不是你爱人 辛辛苦苦挣来的钱 都没有钱 然后还要刷信用卡 透支也要赖在她身上 汲取她的所有的 对于你价值的那份东西 而你认为这是爱 多么可怕的事情 没有结婚住在一起 没有结婚就有了孩子 没有任何这种责任感 对自己的负责 对自己的自爱 以及对下一代的那种责任感 你配做妈妈吗 你恋爱都不会 你觉得花对方的钱 对方就是爱你吗 靠自己自强自力 独立才能得到对方的爱 否则你连自尊都没有 人凭什么来爱你 自己都不爱自己 还要让别人爱吗 男孩 为什么说你自私呢 因为你肯定不是爱她 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什么 要滋控能力 人要懂得去爱 人可以为了爱 可以忍一些动物 忍不了的事情 因为她爱这个女人 你爱吗 你根本就不爱 经不住诱惑 耐不住寂寞 你来试图挽回她 你是想挽回自己 发出的那些钱换来的工具 还是来挽回爱呢 你们之间有吗 如果有爱 你就不会刚才问出那一句 当你心中有爱 你就知道自律 你就应该知道 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事情不能做 所以你们之间 既然没爱 何必要在一起呢 我的建议就是分开吧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傅老师 我赞成一个男人 要具备养自己心爱的女人的 能力和责任 但是并不代表 你可以由此持强凌辱 所作非为女 一个女人也可以被自己心爱的男人养 但不能由此而丧失了对生活独立的能力 作为男人来说 是应该具备养自己心爱的女人的能力和责任的 但是 人们养家情是为了吃她 而养自己的爱人 饭饭不做 遭她钱 事儿事儿不干 整天就让自己的闺蜜去调查她 你完完全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应有的快乐 义务和责任 人家现在都不愿意养你了 把笼子打开 你都不愿飞出去 你就愿意趴在里边 等来最后 是这样不顾尊严的被别人欺负 这种事儿如果是你爸妈知道 他们该有多幸福 所以其实说句实在话 你们俩上来出现那种没人性的事儿 这根本就不是爱情保卫战 叫人性维权战 这根本不叫恋爱 好 谢谢 谢谢陀老师 老师们该说的都说了 剩下的时间 希望两位能够好好的反思和反省一下 让我们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六十秒 我就想说 对那一次的事 的确对不起 虽然刚开始你花了我那么多钱 但是 如果没有了你 我挣这么多钱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还是爱你的 希望你不要离开我 其实我现在对她 还是有那么一点 因为毕竟她 我觉得跟她在一起 我还是很开心的 从心里面还是很开心的 就是说 有时候想着这些 会让自己接受不了 好 时间到 两位交换一下箱子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关门 请关门 有点可怕 挺让你有点绝望感和无力感的 但是我一直在说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些思考的角度 因为生活呢 还是要别人两个人自己来过的 好了 接下来一期舒服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谢谢大家 男生说 这个鞋垫是你亲手给我做的 就刚才我拿那个鞋垫 不管什么时候我都穿在脚下 过去的事都是我错了 孩子没了我也后悔 这得多自恋一个人 才能写下这样的文字 这是我亲手买来的小肚兜 我买给咱们下一个孩子 就让我们重新来过吧 原谅我 就是一份忏悔呗 平常东西都是别人买 所以写这东西都是 都得用亲手 来两位请站在这儿了 感谢布隆 暴龙 演技 为牵手成功的嘉宾提供的牵手大奖 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 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 五百到三千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喊开始 自己喊停 好吗 来 开始 选择幸福 选择亚萨河来盼盼 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小话筒 来有请 好 谢谢你们俩请回 虽然心里面还是不那么愿意 但是既然你们自己选择了生活 那希望你们对生活负责 我们就当是曾经年少 曾经